谈到激动处一度哽咽 78岁徐先生不咽不酒 每天运动 却在西中平常的一场朋友聚会 突然倒下 医师还原开刀现场 徐先生失血破15000cc 病床地上都是血 团队三度告知家属可能救不回来 但在家属和团队努力下 徐先生还是奇迹事好转 无菌的带子把腹腔那边的脏器先包覆住 隔天以后徐先生本身竟然清醒了 那其实真的让我们医护人员 非常非常的震惊 徐先生术后恢复良好 回家休养复健后 甚至能够正常走路 腹主动脉瘤其实有隐形杀手之称 一旦破裂死亡率高达九成 腹痛或是腹部觉得酸麻 然后甚至有痛到脊椎的情形 我觉得都需要去定期就医 然后去请医生做一些详细的理学检查 医师提醒腹主动脉瘤发生率 落在2%到7%之间 提醒六大高风险族群 包括老烟枪 高血压 高血脂 男性大于65岁 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 要特别当心 定期健康检查 也能有效降低死亡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